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有机会我们再来一起研究一下Anker的设计 Anker官网reverwareworld.com 泽宝旗下主打品牌reverworld的品牌站 泽宝和Anker产品线类似 这些年相杀相爱 最近还闹上官司了 两家的品牌网站都做得非常好看 在消费者端建立非常好的品牌形象 reverworld官网新靠 前海帕托讯旗下m靠品牌站 亚马逊各国站点的电子及车大类产品的bestseller 总能见到Inkau的身影 有的节点选择还非常好 品牌在多货以建立相当知名度 Inkau.com品牌站的感觉 是兼顾电商及形象展示功能 Inkau官网F7波赛东这个品牌独立站 相信很多圈内人从来没听过 要不是2017年海逸股份突然宣布投资这家公司 可能还一直不会进入大众的眼球 波赛东以品牌画家本土画家全取造运模式 产品已远销至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并在美国、加拿大、欧洲、俄罗斯等地区 建立其广泛的品牌知名度 旗下包括三大品牌 Casting 抛头王 Netvite 护掉 Netvice 等 逆海神 均为世界范围注册品牌商标 F7官网如果要问 独立站的风口还在吗 在 但是比从前更难了 因为Google的流量 成本越来越贵 社交媒体的流量 需要大量人力和资金的投入 不在风口上 就要更大的努力 才有可能飞得起来 但是 Kent哥想告诉大家 难就有难的门槛 一旦自己走通了自建流量的通道 像是借卖什么不能卖啊 你的背后可是全世界 最有优势的中国之道啊 我写得了 克朗 Vas noting 和